这是一个卑微的奴隶 他已经几天没有喝水 一只鸽子落在了窗台 他一把抓住 整只吞进口里 他知道他必须活着 这个世界还等着他去征服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史诗片 《蒙古王》 十几年前 他的父亲还是部落首领 九岁的他享受着族人的尊敬 父亲带他到密尔启特部落选新娘 十年前 他的母亲也是从那里抢来的 马队走到半路上 他们在一个友好部落休息 而一个名字叫贝尔帖的女孩 吸引了男主的目光 他那淳朴的微笑像天空一样湛蓝 贝尔帖告诉铁木珍 如果选新娘就一定要选我 于是男主从此决定 他就是新娘 可父亲却说 这个部落太小了 远没有密尔启特部实力强大 但最终父亲还是尊重了儿子的意见 双方达成了一致 男主五年之后 再来迎娶新娘 回去的路上 一行人遭到了罕见的暴风雨 他们躲进了一个山洞 闪电是蒙古人眼中最可怕的东西 那代表着天神发怒了 战士们听着隆隆雷声 瑟瑟发抖 而父亲却惊讶地发现 儿子却没有一丝害怕的样子 他询问儿子 你不害怕闪电吗 铁木珍并没有说话 直直地盯着外面的闪电 目光坚定 充满着雄心壮志 雨停了以后 他们继续赶路 然而厄运开始降临 米尔企特部落 得知父亲选择了其他部落捷径 认为这是一种背叛 于是安排人在半路 送来一碗奶酒 宽厚的父亲 面对盟友没有想那么多 端起碗一饮而尽 可是刚走出去没多久 就独发身亡 就这样 男主身后的大山崩塌了 没有了父亲的他 现在什么也不是 族人中心怀不轨者 也在此露出了真面目 对父亲和铁木珍发出嘲笑 年幼的男主却不惧差距 挥起鞭子打在了对方的脸上 而这也为双方埋下了仇恨 父亲下赞了这天 叛徒带人来袭击了他们 意图夺得首领之位 对男主忠心耿耿的族人纷纷被斩 之后叛徒准备杀了男主 斩草除根 母亲跪地求饶 幸运的是 蒙古人有一个信条 只有比车轮高才算是战士 才能被杀 下一年冬天 待他高过车轮时 便会来取他性命 随后扬城而去 于是男主侥幸逃过了一劫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冬天 他和母亲已经来到了生存的绝境 而就在这时 男主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衬衫 于是独自前往 祈求天神的保佑 可虚弱的他 却被大雪困在了半路上 等待他的僵尸被冻死 或者被狼吃掉 幸运的是 一个路过的男孩救了他 男孩叫扎木合 他把男主带回了自己部落里面 两人结拜为兄弟 扎木合是个野心勃勃的人 他希望把铁木真留在身边 共同转大部落 然而铁木真并没有说话 因为他的心中有更大的梦想 建过了草原上的杀戮和征伐 他知道和平的唯一方法 就是统一整个蒙古 男主在扎木合这里 整整度过了一年 不料叛徒终究还是找到了他 扎木合也无力阻止 他们将男主抓走 给他带上了木板枷锁 准备将他当成奴隶 卖个好价钱 就这样 这个奴隶被几番转手 四处漂泊 但他的意志却在苦难中 一天比一天强大 天上降下大雨 电上雷鸣 所有人都吓得躲回了房间 而对男主来说 这真是天神赐给他的机会 他趁机逃走了 经过五年的流浪生活 如今的他成长为一个抢救的男人 拥有阴一样锐利的眼睛 他想起了自己的未婚妻贝尔铁 于是来到了未婚妻的部落 迎娶了贝尔铁 他带着妻子回到了母亲那里 男主似乎找回了曾经的幸福生活 本以为生活可以一直这么安逸 没想到 密尔企特部落的人 得知男主取心的消息 再次找来 准备将他处理掉 男主寡不敌众 身受重伤 千军一发之际 妻子猛地抽了马一鞭子 战马拖着男主逃出陷阱 可妻子却被敌人俘虏了回去 男主悲痛欲绝 但他无能为力 想要救助妻子 他只有忍耐 养好伤后 男主带着份厚礼找到了自己的兄弟扎木合 如今的他已经成了部落首领 而也痛快地答应了他 两人同意合作 不但救出了贝尔铁 还收复了密尔企特部落 这时扎木合再次提起 让男主留下来做自己的左膀右臂 还承诺把密尔企特部落的东西 一半都分给男主 可男主只是笑笑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将扎木合赠送的财富 分给了战斗中最英勇的几个士兵 并因此获得了拥护 这些士兵发誓追随男主 之后男主便带着他们离开了这里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现在的扎木合已经变成了冷血的野心家 不能为我所用的 必须被消灭 第二天扎木合醒来后非常的气愤 他派自己的亲弟弟去劫持男主的马匹 男主的士兵为了保护马匹 失手一箭射死了他 而这彻底激怒了扎木合 男主知道以后并没有责怪手下 因为从今开始 他又撑起一个首领的重担 于是着手准备抵御扎木合的进攻 而扎木合这边靠着近期收复的大军 很快便将男主的小队击溃 男主也被俘虏 可是扎木合并没有杀他 为了解除他的心头之恨 他把这个曾经的兄弟流放为奴隶 卖到了西夏古国时期的一个闹市上 就这样 男主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甚至只能靠雨水活下去 这天一位地主路过闹市 一眼看中了这个目光灵异的奴隶 准备将他买下 谁知一旁的高森却告诉他 这个奴隶心怀着大海 将来必定会成为王 留在这里早晚会统治我们的国家 可是地主却不听 以五料钱的价格将其买下 把他关在了牢笼里面 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忧心忡忡的高森找到了男主 对着这个龙中囚徒恳求 希望他日你若出去 请不要毁灭寺庙和金书 男主答应了 但是他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把他和贝尔铁的定情之物 拿回去给贝尔铁 于是高森便一路跋山涉水 最终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 将信物交到了妻子手中 贝尔铁得知丈夫仍然活着 于是付出了沉重而屈辱的代价 赎回了男主 雄鹰终于重回天空 可是扎木河听说男主回来以后 并没有放过他 而是立即向他发起挑战 男主迅速集结救护 虽然麾下不少人马 但是扎木河却足有他的十倍 田木真没有退缩 他靠着灵活的指挥步步为营 在战争中逐渐强大 直到这天 一场草原上前无古人的战争 即将开始 两兄弟遥遥相望 这时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之后电闪雷鸣 雷雨交加 害怕打雷的蒙古人 认为是天神又发怒了 纷纷四散而逃 唯独男主没有丝毫畏惧 在他的感召下 他的大军越战越勇 终于战胜了数倍于自己的扎木河 成为俘虏的扎木河问他 你难道不怕打雷吗 男主却回应道 因为雷电之下 自己躲无可躲 所以也就不再恐惧 扎木河这才恍然大悟 最后男主放过了扎木河 并将他的部落收入麾下 几年后 他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雄心 逐渐统一了蒙古 被百姓们称之为天可汉 这就是大草原的沉寂思汉 故事到此结束